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忙人 东着长 西着短 专帮人接南天 饥饿如愁 不记得是满腔热腔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还得多几会儿啊 有一个大杂院住着街坊和四里儿 新朋友就相识 有事儿没事儿串哥们儿 照钱孙礼 鸡毛蒜皮 锅儿长篷瓢盆 用我心欢意心 人间他有真情 我回来了 我归着屋子呢 太佳回来了 我说你这屋子也太脏了 平常自个儿也不知道瘦瘦瘦 尤其是边边角角的 一说也是奔二十的大姑娘 妈 要不我来 别别别 上一天班了 歇着 穿这时上班去了 冷不冷啊 孩子 竟可变天 自个儿也不知道注意呢 直到一点也不冷 行行 那我再加点衣裳 车里边脏 我说你这屋子 哪像大姑娘住的 简直就是个要饭住的 要饭都不是什么正经要饭的 又缠又懒 外加不讲卫生 那是 用要饭了还能讲卫生吗 我说你要加衣服 能不能快点啊 自个儿也不知道注意 回头还冻着 你说你生了病吧 自个儿难受 也给我找事 哎呦 这份乱呢 哎呦 这份乱呢 妈 我提醒您啊 我可是一个上了一天班的人 我有权得到良好的心情 丰盛的晚餐 和必要的休息 丰盛的晚餐 没问题 必要的休息 那妈也没让你干活 良好的心情 妈教育你 可是为你好 哎呀 这么简单的道理 也用您教育我啊 您就算教育我 那您教育我一遍还不够啊 您干嘛回回都这么颠来倒去 没完没了的 我回回的这么颠来倒去 说起没完你还不听呢 我说一遍那就更不成了 再说了 我问你 我教你的道理到底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不听 听了 为什么不改 改了 为什么不见行动 你是不是存心 这算了算了算了 懒得给你争了 不争 哎 你有理你倒是争的 你还是没有理啊 哎 有理走遍天下 没理寸步难行 灯越波越亮 理越变越明 政治骗子 怕真理 江湖骗子 怕相亲 哎呀 小姐妈 不听了不听了 我不怕相亲 我就怕我妈 哎呦 怕就好怕就好 我再接着教育你 算了 那还让我教育您的 就算您有百分之百的道理 那该不该说 该怎么说 该说多少 该选的什么时间说 什么地点说 这还有好多好多的讲究呢 何况您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道理 定多是一些偏面的道理 或者说根本就是歪理 哎 我怎么偏面 我怎么歪理啊 不是 那就算我是歪理行了吧 那今天呢 我就给您说点歪理 就好比说吧 这个人呢 他为什么要少穿衣服 这少穿衣服 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还有说这个历史上有多少的大人物 他们对于像收拾屋子这种小事都是非常的 哎呀 擦桌子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边边角角 还我跟您说的 还我跟您说了多少回了 搬椅子的时候要轻点 您瞧您刚才 倒水不要当那么满 嗨啊 孩子 你这当真是叫气我来了 怎么样 先不说我说的对不对 就当有这名人一天到晚老在您耳朵边教育您 烦不烦 怕不烦 我 我烦什么呀 我怕什么呀 烦我也不怕 来吧 反正我跟家也闷了一天了 我乐意有人教育教育我 行 那就来 做要有个做馅 哎呦 你看 男的真傻 看电视的时候 不要老对着电视说话 吃东西可以 声音不要太大 哎呦 我这脾气 那 行 行 其实呢 有时候我教育你两句 那是因为啊 我跟家闲一天了 没人跟我说过话 你知道吗 行 我明天找工作去 我现在要找工作 嗯 我还就不信了 嗯 有什么呀 报上这么多周信广告 是吧 特别我去试试去 等我上了班啊 我回家我也要求什么 丰盛的晚餐 良好的心情 省得闲在这家 连我闺女都不待见我呦 没有啊 妈 我没不待见您啊 您跟家里的闲事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依我说啊 您就应该好好地在家里待着 别出去瞎找什么工作 您也不问问人家要您吗 我问那都干嘛呀 哎 他得问我 要不要他那工作 嘿嘿 我告诉你啊 一般的工作啊 我还这么不爱去 我要去 就去那特别特别好的工作 啊 就您 还去那特别特别好的 哎 那我先问问您 您觉得什么是特别好的呀 那要说起来条件可就多了 是不是 首先得说 呃 对国家贡献大 个人挣钱多 而且这工作吧 呃 学起来 这个不费劲 呃 干起来呢 不费力 嘿嘿 而且吧 呃 要是一说 我干这工作的 走到哪 特别是我尊敬 有全体起立 鼓掌欢迎 呃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您明白了 您这个呀 试想到哪个国家 去给人当女王去 您说的呀 学起来不费劲 干起来不费力 对国家贡献优大 个人挣力有多 还特别能受到别人的尊重 那除了给人当女王 那没有别的工作了 那啦 我知道了 回头有机会啊 帮您打听打听啊 那你就打听 那你根本就是胡说 还打听什么呀 给人当女皇 哪有这工作呀 哎 怎么没有啊 现在世界上好多国家 都有女王 有的算比您还大呢 那方方面面的 精起神 有的还酷如您呢 人不照样干得挺好的 是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比一般女皇还强呢 哎呦 哎呀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 我爱听 爱听爱听 是吗 要有人这么说我 我也爱听 啊 哦 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呀 既然他们岁数都比您大 身体又不好 保不清哪天呢 有个三长两短的 哈哈 您要跟家里的好好盼着吧 行 盼着 这孩子我盼着干嘛 哎 你跟着看电视啊 我上礼物啊 再翻翻这广告 我还就不信了 哎 妈妈 我还没跟您说完呢 您别不信呢 就您刚刚说的那工作啊 还真的没有 怎么没有啊 那 那我先问您 那什么是那特别好的工作呀 哎 那那特别好的工作 是不是就是特别适合他的工作呀 像您刚才说的 又不费力 又能取得特别大的成绩的 哎 您想啊 要不费力 他怎么可能取得特别大的成绩呢 哎 还有您刚才说 能特别的获得别人尊重的那个工作 啊 我跟您说 这世界上没有一种工作 是特别能获得别人的尊重的 获得别人的尊重 那只是在这个工作中啊 取得的成绩 哦 听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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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哎呦 怎么刚回来 饭都给你预备得了啊 哎 我怎么刚回来 我今天正点下班一点都没晚啊 是 可你不知道啊 派出所通知啊 说跟咱们这一片开那个法制教育课 我跟你孟大妈得听客气 哎 差点就迟到了 这孩子耽误事 哎 您等会儿你又没事瞎教育我的吧 哎 您等会儿 哎呀 我不能等啊 就迟到了 哎 哎 家事也想去听课去吧 这就对了 跟着提高提高 哎 嘿嘿 这还差不多 说走就走 赶紧的啊 哎呀 你现在不听法制课 将来怎么做一个尊敬守法的好公民呢 走吧 吃饭着什么急啊 回家再吃啊 也不管 哎 你老说下班要休息 那可以边听课边休息吗 哎呦 你们给我放开 你们听我说 一件一件的说 要不说不教育你们不成呢 哎 先说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法制课 是是是 反正呢 我是正点下班回家 是是是 我就不应该受到指责 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指责我 谁指责你了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随便这么一说就不成 嗯 您干嘛随便那么一说 您就得说我呀 那我 那我这当妈的 随便说你不应该吗 我看就应该 这老话怎么说的呀 嗯 阴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是啥 人家闲着 还打孩子呢 这就这么说你两句怎么了 哎呦 你瞧瞧你瞧瞧 要不说你们二老得接受那法制课的教育呢 还想打孩子 还有妈 您刚才说什么 边听课边休息 这是听课的态度吗 听课能休息吗 您瞧瞧您对听法制课的态度 我我我态度怎么了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随便这么一说就不 当然也可以了是吧 但是凭什么我平常随便这么一说 或者随便做点什么事 那您就非揪着我不放啊 既然您不放那我也不能放 我也就揪着您不放 你揪你揪你揪我还就不怕这个了 揪着揪着揪着我还就揪着您了 揪着揪着揪着 是吧 您刚才说什么来的 您说不听这法制课就如何如何 是吧 听法制课 接受法制教育 也不光听课这一种形式 我就不愿意听课 我就愿意坐家里边看法制书 这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您刚才还说什么 遵纪守法好公民 天大的笑话吗 这不是 遵纪守法就是好公民 那怎么不算 都遵纪守法了 还不是好公民 那顶多算一个合格的公民 好公民什么标准 好公民 起码大家伙都应该想来学习吧 遵纪守法有什么可学的 就比如说那法律规定 不允许随便杀人 我遵守了 结果领导都号召大家伙 就号召你们都想我学习 你们干吗 那我当然 不干了 你做到了 我也做到了 我凭什么向你学习啊 就是 你都做到了 你就不向你学习了 那谁做不到 让他向你学 那也甭学了吧 他说他做到了 不随便杀人 那要做不到 就随便杀人 那还学什么呀 直接枪毙得了 妈 您听我接着跟您说哈 说就说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 你瞧瞧 赶紧着吧 我就是不怕 可是你孟大妈非得让我听课计 没法子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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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说是人家专家 讲得太好了 受教育 真受教育 咱们可不能听了就过去了 得好好的领会领会 那当然 咱现在就讨论讨论 好 两位遵纪守法的同志回来了 可不可啊 一人来一杯啊 您坐您坐您坐 哎呀 你没去你不知道 哎呦 今儿的法制课讲得太好了 尤其是讲那个情跟法的关系 他怎么说了 他好像是说呀 法就不能讲情 法大于情 你瞧瞧 到底是专家 讲得多好啊 是吗 专家是这么说的吗 那不是你们听错了 就人家专家讲错了 不可能听错了 你说要是你妈一人 她听错了 哎 我们俩人 还能全听错了 就就是 再者说了 他不可能讲错 人家是专家 哎呀 你小孩子怀疑专家 这专家为什么就不能怀疑啊 就说这情与法的关系 这法有时候啊 还就得讲情 这情有时候呢 还就有可能大于法 不可能 这不没有的事吗 就算有 那也不应该的事 可是确实是有 而且还是应该的 我给你们举一外国例子 就有一个老头 他立了一份遗嘱 死后啊 把自己全部的财产 都留给一个侄子 这份遗嘱呢 是他自己写的 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还找了一公证人 给他做了公证 按说 这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了吧 应该是吧 没错 有效 有效 有效吧 可后来吧 他这侄子 看见了这份遗嘱了 他当然是很高兴的 可是他高兴之后 他就想 这老头别改变什么主意吧 于是呢 他就一不做 二不休 他就三下五出二 他得下手就下手 他把这老头给杀了 不就一个老头吗 他怎么还三下五出二 他杀了几个人呢 小马 你别打岔 他不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啊 他这侄子 还应不应该继承这份遗产 也就是说那老头的遗嘱还具不具有法律效力 他还继承什么呀 他杀了人了得挨枪壁 对 就算他挨了枪壁 可他还有妻子儿女啊 他们还可以继续继承吗 呦 那他要是杀了人 可就不能再算是好公民了 连坏公民都算不上了 没问您那个 我现在的问题是 要是说从法律的角度上讲 这老头的遗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可是要从情理的角度来讲 他侄子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 还让他继承遗产 这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吗 他连坏公民都算不上 他根本就不能算是公民 妈您接着听我说 后来这法律就让位于情理了 也就是说情大于了法 就法院认为 任何人都不应该由于自己的罪错 而使自己获得利益 所以就判定这份遗嘱无效 妈我举着例子怎么样 他根本不算公民 您这说什么了您 我问您我举着外国例子怎么样 外国 哎呦我既然没上这法治课 这让你给蒙了 你举的是外国例子 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啊 你杀了人就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 所以你就不能继承遗产 所以说还是罚大于情 还真是的 还得说是小马 有水平 还真是 有什么水平啊 你们听着我再给你们举一例子 来吧 谁怕谁呀 什么叫逆反呢 你们爱家呀 现在就是逆反 你没事老教育他呀 他呢 没事也老教育你 连个是非对错呀 都不问了 是啊是啊 这孩子呢 以我说呀 一个家里头也没那么多的 是非对错 干嘛叫一来叫一去的呀 没什么大问题 睁一只眼鼻一只眼的 就过去了 那不行 你们俩一个脾气 什么事非得给整名呗咯 事没整名呗 你们俩倒伤了感情了 那不能够 我跟我们爱家一块多少年了 这话可没说一样啊呀 对了 今天是那法治课第二讲 咱得听课去 好啊 我还想让爱家一块听 好啊 回来咱们一块讨论 可是现在这孩子 真跟我闹逆反呢 叫他肯定不去呀 是啊 这好办呢 幸亏你问我了 现在我们这凡凡呢 也逆反 赶上这时候 我让他干什么事 干脆就反着说了 反着说 怎么反说 你要让他做这个 你偏说不让他做这个 他逆反呢 他就偏做这个 这不结了 哦 老孟 还是你有水平 哎呦 哎呦 爱家回来了 哎呦 爱家 可不许你去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 为为 不不为什么 没有原因 没有道理 不准去 就是不准去 你要敢去的话 我就跟你跟机 孟大爸 我妈的 没事吧 我不知道啊 可能没事吧 看你那样 又像有事 管他有事没事的呢 反正就是 没有道理 没有原因 就这么不讲理 你要敢跟我逆反 你要敢去的话 你敢吗 你 当然 那我就不去了呗 你还这 你怎么不敢跟我宁着呢 你 快 这两天我也想了想 没事 我干嘛老跟你拧着呀 算了 别 别 别算了呀 不 不用算 你给我拧着 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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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拧着 都是一家人 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 哎 其实今天这讲座吧 我本来还真想去听来着 可是您要非不让我去听 那我就顺着您呗 我得听您的话 我就不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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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啊 你不听我话 你得罪我 你还是得罪我 你试试 你去去试试 我是什么试啊 我不得罪您 我就听您的话 我就不去 是怎么这 我听话了呢 你 那我要非让你去呢 对 我就是非让你去 不去不行 不是 您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你要这么知道的话 那我还就得逆反点 今天 我还就死活不去了 有百分之百的道理 您该怎么说 该不该说 该说多少 该选择什么时间说 什么地点 怎么有啊 现在好多国家都有女王 有的比您岁数还大呢 那旌旗神还方方面面呢 还不如您呢 照样不高 你干得挺好的嘛 应该好好在家里待着 别出去瞎找什么工作 您也不问问人家要您吗 我问她干嘛呀 我得问她 她得问我 差点就迟到了 这孩子耽误事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您又没事瞎教育我呢 爸 走 走啊 都关了 这孩子就耽误事 您等会儿 您又没事瞎教育我呢 爸 我等她说下话话 这都遵纪守法了 还不是好公民 这只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你没法 就说这情与法的关系 是吧 这情有时候呢 就得讲法 法的法就得讲情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 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 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 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戏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这儿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呢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岛链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鱼热 还不值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 我抱歇一个个人 好 春上 劣石